第七百九十章 中烟隐情 龙王心跳 中烟龙王收起龙之泪 萧新宇的意识退出当年的龙王记 回到冰冷的囚龙之中 只有亲眼目睹了自己出生的过程 萧新宇才知道自己的父母 为了保护自己 而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我不是孤儿 从来都不是 我母亲是上官兰 我父亲是萧烈燕 我叫萧新宇 萧新宇双膝跪地 握紧的双拳重重砸在地上 他把自己的脸埋进泥沙里 心如刀脚的疼痛 折磨着他的灵魂 这一片血色荒漠 就是当年龙王记的战场 皇城的废墟 被历史的封杀淹没吞噬 只留下一座座龙血浸染的沙丘 还有一句句陷阱的龙骨 被封印的中烟龙王 一直困在这里 走不出去 他一直都在等待一个机会 如今终于得逞 当上官兰因为仓气静 而复原记忆的那一刻起 母子之间被斩断的血缘 便有了重新连接的迹象 如今的萧新宇 又从龙之泪中 目睹了龙王记发生的一切 母子之间的血缘 重新建立起来 这也给了中烟龙王 恢复自由的机会 萧新宇 你的母亲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应该保护她 我要保护她 对 这就对了 所以把你的身体交给我 我来解决一切 好 一切都听你的 精神崩溃的萧新宇 丧失理智 无法抵抗中烟龙王的蛊惑 她只想挽救 遍体鳞伤的上官兰 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现实事件 地下深渊 上官兰背着昏迷的萧新宇 从浮世花海里爬出来 鲜血在脚下 形成两道绵延的印记 她浑身是血 白嫩的肌肤 全是触目惊心的伤口 每一处伤口无一例外 深可见骨 而她背上的萧新宇 胸口散射金光 没有增添新的伤势 鬼拳红莲见状 唇角泛起冰冷的笑意 母爱果然是一种伟大的情感 我本以为 你会用荒谷黄龙的逆龙 保护自己 没想到 你用逆龙保护了自己的儿子 此刻的上官兰 满头白发 气息虚弱 她的生命力 被浮世花海狠狠吸收 如果用逆龙保护自己 那么被吸收生命的 就是萧新宇 身为一个母亲 这不是一道有难度的选择题 那一刻 她义无反顾 把逆龙放入萧新宇的怀里 她在用自己的性命 守护自己的儿子 母爱固然伟大 但我也要毁掉她 上官兰 接下来我会让你体会极致的悲痛 心里扭曲的鬼拳红莲 见不得一丝一毫的亲情显露 她极度上官兰 她极度上官兰 到目前为止 身边还有值得付出生命 而去守护的人 而她 即便愿意付出生命 也无法去守护 已经献祭死亡的妹妹 极度让她面目全非 愤怒让她清精分裂 服侍天魁 鬼拳红莲抬起双臂 仰天长笑 灵力汹涌如潮 服侍之术剧烈震动 无数藤蔓释放的紫色萤火 在一瞬间 凝聚成一片巨大的火焰葵花 朝着上官兰碾压而来 龙王须突然松动 上官兰还没反应过来 一道人影挡在她的身前 这个挺拔英俊的少年 浑身覆盖黑色龙灵 周围燃烧着无色无形的龙烟 地下世界奏响雷鸣的古典 雷声越来越大 似乎要冲出黑暗的束缚 一道耀眼的龙形闪电 急咒持过 劈裂浮世之术的树冠 滚滚龙营排山倒海涌来 犹如千万匹脱缰的野马 奋提阳中奔袭 震碎鬼拳红莲的耳膜 笑 萧星宇 你这股力量 是从哪里来的 鬼拳红莲第一次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甚至不敢与萧星宇对视 上官兰抬起眼眸 他比谁都清楚 眼前这个背影 不是自己的儿子萧星宇 而是中燕龙王 中燕龙王没有理会鬼拳红莲 因为在他眼里 鬼拳红莲如同蝼蚁一般渺小 他缓缓转身 开着气喘吁吁的上官兰 龙国女殿 我们又见面了 中燕龙王露出一抹残忍的微笑 把我儿子还给我 上官兰挥出一记龙皇拳 却被中燕龙王单手接住 实力的悬殊 根本没有道理可言 你搞清楚 本王可不欠你 你体内封印着我另一半的力量 所以是你欠我 把另一半的我 还给我 中燕龙王怒目而视 龙星同燃起中燕之火 血缘已经重塑 上官兰难以克制生理反应 额头长出黑色的龙角 又要回到除夕夜的炎魂山之战 上官兰无法抑制体内 躁动的中燕之力 他会变成黑龙形态 被中燕龙王吸收 这次与上次最大的区别 在于萧星宇 炎魂山之战 萧星宇的意识完全昏迷 这一战 萧星宇被困在龙王记的囚龙里 亲眼目睹自己母亲 承受巨大的痛苦 喂 萧星宇 我在跟你讲话 你却背对着我 这算什么态度 鬼拳红莲阴沉的声音响起 此刻他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我问你呢 你这股力量从何而来 回答我 否则 中燕龙王赫然回眸 龙星铜锁定鬼拳红莲的心脏 鬼拳红莲心脏一揪 无尽的恐惧 袭击颤抖的灵魂 中燕龙王微微歪头 眼神灭尸万物 举手投足 净显龙王姿态 你的御兽 弱得就像一只低配版本的混沌体 还敢跟本王这般讲话 中燕龙王话音刚落 世界静止 时间的流速在这一刻归零 万籁俱寂 中燕龙王胸口深处的那颗心脏 骤然停止跳动 中燕骤停 中燕龙王惯用的伎俩 通常用来戏弄渺小的敌人 这一招 把世界调成静音 只为聆听龙王心跳的声音 中燕引擎 开启扑通 中燕龙王骤停的心脏 突然爆发一次强有力的跳动 整颗星球都在同频阵战 碰 浮世之树瞬间自爆 化作漫天尘埃 随风激荡 洋洋洒洒的浓稠血污和脏气残渣 混沌体级别的浮世之树 竟然扛不住一次龙王心跳 那么中燕龙王究竟有多强 更何况 此刻的中燕龙王 只有一半的力量 另一半的力量 还封印在上官兰的体内 第791章 龙王是吧 你妈打你你也痛 鬼拳红莲的死亡 几乎没有痛苦 那一瞬间的自爆 甚至让他的大脑神经 来不及往灵魂里 传递过多的恐惧 浮世之树陨落后 留下的玉兽金盒 安静躺在废墟的夹缝里 闪烁着微弱的光泽 混沌体 象征着玉兽 或者魔兽进化的尽头 是这颗星球 能够承载的最高等的物种 但在中燕龙王面前 混沌体 却如同蝼蚁一般雷弱 等级体系的划分 对于中燕龙王来说 毫无意义 至此 地下深渊归于死寂 战场之中没有外敌 只剩下龙族的内部矛盾 中燕龙王面向上官兰 用邪气凛然的语调蛊惑道 把我的力量还给我 你就可以和你的儿子团聚了 上官兰摇头拒绝 用尽全部星神 压制体内那股躁动的中燕之力 强行维持胸口的封印 他比谁都清楚 一旦让中燕龙王得逞 那么他和他的儿子 只会在阴间里团聚 整个世界 也会在中燕龙王的龙爪之下 走向不可逆转的毁灭 上官兰 你知道你的儿子 这些年吃了多少苦 中燕龙王再次拿出龙之泪 创造出一段记忆闪回 上官兰的眼前 以第三人称视角 目睹了萧星宇的童年经历 没有父母的孤儿 会有一段怎样的童年 这些画面 哪怕没有龙之泪暗中记载 上官兰也能挠不出来 他本是龙国女帝的儿子 他本该享受龙国太子的待遇和荣耀 但他却像一只过街老鼠 穿着垃圾箱里翻出来的破旧大衣 光着长满洞窗的脚丫 跟着姐姐在阴暗中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上官兰 去拥抱一下你的孩子吧 他需要你 中烟龙王擅长玩弄人心 他知道 萧星宇就是上官兰的死穴 这一刻 上官兰难以控制泛滥的情绪 他多想去拥抱自己的儿子 体内压抑的中烟之力再一次沸腾 即将冲破封印的枷锁 上官兰双手抱头 身体逐渐融化 中烟龙王的笑容越发狂热 对 这就对了 你们母子去地狱团聚 本王拿回全部的力量 我们之间两步向前 兰 生死攸关之际 一道流光身影闪过 落在上官兰的身边 萧烈焰右手紧握染血的逆灵剑 左手搀扶即将失去理智的妻子 她的眼里满是心疼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听到丈夫的声音 上官兰艰难维持最后一丝残存的理智 她抬起眼眸 用柔情似水的眼神望着心爱的男人 萧烈焰哽咽道 看到你的眼神 我就知道 你早就恢复记忆了 焰 都怪我 如果我没有恢复记忆 中烟龙王也不可能抓住封印的破绽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无可躲避 封印最大的破绽 就是母子之间的血缘 当任何一方开始恢复记忆 曾经被斩断的血缘 就会重新连接 母与子 各执一半中烟之力 只有母子永不相认 断裂的血缘永不重连 完整体的中烟龙王 才不会降临这个世界 一旦母子相认 中烟龙王必将降临 毁灭一切 上官兰 萧烈焰 萧星宇 从那场龙王戒开始 一家三口的命运 就背负了无比沉重的枷锁 以及凌驾万物之上的痛苦 团聚意味着死亡 生存意味着分离 只要这对母子还活着 就注定无法相拥 萧烈焰 你伤得很重啊 中烟龙王鼻尖息动 嗅到了浓郁的血腥味 萧烈焰的胸口 残留着龙爪造成的伤痕 外翻的血肉和白骨之间 流淌着绝望的气息 中烟龙王冷冷一笑 调侃道 你好歹是本王认可的存在 却被那只一味模仿我的伪龙 打成重伤 嘖嘖 萧烈焰为何来迟 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 他与绝望之龙 尼德霍格大战三万回合 尼德霍格是奔着萧星宇来的 他想要趁此抢走萧星宇身上的 龙溪血和苍气静 萧烈焰仅凭一柄逆灵剑 硬生生将尼德霍格击退 同时 他也身负重伤 体内的每一个器官 都在承受绝望龙戏的灼烧 其实 这一场战斗 远比地下城的战斗 还要惨烈百倍 夫妻彼此搀扶 四目相对 仿佛又回到了那场 毁天灭地的龙王戒 燕 以我们的默契 想到的办法 应该是一样的 营 可是我心疼你 傻瓜 这些年你承受的苦痛和煎熬 明明在我之上啊 所以 应该是我心疼你啊 萧烈焰的泪水 像一条无声的河流 在他惨白沧桑的脸上 肆意流淌 将所有的悲伤和痛苦 都融入了那 晶莹剔透的水珠之中 兰 儿子正在看着我们呢 当爹的哭成这样子 会被儿子笑话的 上官兰的语气 故作轻松 这也是 他的人生态度 此时此刻 被困囚笼之中的萧新宇 哭得双眼模糊 垂心气血 中烟龙王咬着嘴唇 英俊邪魅的脸上 流露出厌烦的神色 真是抗力情深的 夫妻之情啊 上官兰 你别忘了 你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 中烟龙王继续用过激的言语 去刺激上官兰的新神 你知道吗 你的宝贝儿子 此刻 就被困在龙王记的封印里 他一遍又一遍喊你 但你连一个妈字都听不到 所以 我劝你最好 碰 中烟龙王目露震惊 他的侧脸扭曲变形 这是一股恐怖的力量 这是一股中烟之力 都不能免疫的力道 哄 中烟龙王倒飞出去 摔在深渊底层 周围一片黑暗 他以狼狈的姿势爬起 摸了摸龙灵脱落的侧脸 不由皱眉 好痛 这两个字 本不在中烟龙王的字典之中 此刻他却情不自禁吐露出来 他抬起头 看向沿层上方的上官兰 眼里闪过一抹忌惮和怨恨 中烟龙王 龙族至尊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上官兰岂是凡人 他可是孕育中烟龙王的人 是龙族之母 不论儿子多么强大 挨上来自亲妈的一拳 也会感受到清晰的疼痛 这就是中烟龙王的弱点 整个世界上 只有上官兰的拳头 才能打痛他 龙之呼吸 龙玄星 上官兰单手托举龙玄星 俯瞰中烟龙王 萧烈焰站在一旁 夫妻两人齐心协力 将手中的龙玄星不断壮大 中烟龙王 你们两个 兰焰夫妇 把我们的儿子 还回来 第792章 这一件 妈妈不疼 弟弟深渊 龙音声山崩地裂 炙热的龙焰焰烧着黑暗中的一切 面对无敌之姿的中烟龙王 上官兰与萧烈焰再次携手 夫妻二人株连闭合 他的左手与他的右手同时发力 推出一颗灿若星辰的龙玄星 无上闪耀的星辉 驱散所有的黑暗 使得整座不断沉沦 塌陷的地底深渊 好似一轮璀璨光明的白洞 中烟龙王露出不屑的笑意 他抬起手 浓郁的中烟之火 凝聚一只巨大的龙爪 轻松拢照包裹迎面来的龙玄星 就凭你们两个 本王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龙之呼吸 龙闪 中烟龙王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没有料到 上官兰竟然把自己的本体 藏在龙玄星里 一道龙影光波 冲出龙玄星的漩涡壁垒 以凶残的方式闪击中烟龙王 剧痛袭遍全身 死 中烟龙王倒吸一口凉气 厉声咒骂 该死的女人 趁此间隙 萧烈焰一闪而过 中烟龙王反应不及 等他冷静下来 发现缠绕在自己手腕上的龙王须 已经落入萧烈焰的手里 至此 中烟龙王手里 只剩下龙之泪 这一刻 中烟龙王明白了兰焰夫妇的打算 因为这一幕似曾相识 他那闪烁隐晦光运的龙星铜 射出狠毒的视线 你们想要复刻龙王记的伎俩 本王告诉你们 痴心妄想 中烟龙王收缩覆盖黑灵的龙手 卧颈龙之泪 他有绝对的自信 在自己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谁也无法从他的掌心里 抢走任何东西上官蓝 强撑着失血过多的残躯 凌厉狂涌 白发飞舞 双脚蹬地而起 化作一道耀眼的流光 绝美的容颜不败岁月 眼里的坚定 初心不改 为了子 他不会输掉这一战 那年今日是如此 今日今时亦是如此 嵌在废墟里的龙魂帆 发出万千龙银的嗡名 无数龙魂纷纷浮现 他们漫天盘旋 咆哮嘶吼 悉数注入上官蓝的身体 他是龙族之母 他是龙族起源 一场惊天动地 颠覆乾坤的龙王记 是龙王的降龄诞生 也是龙母的现世之舞 龙族万魂附加于身 上官蓝每一处血肉模糊的伤口 都被彩色的龙铃覆盖修复 看到本该臣服于自己的龙族万魂 此刻任凭上官蓝驱使 中焉龙王气急败坏 朗声怒吼 你们这些吃力爬外的家伙 忘了谁是龙族的王吗 竟敢对本王不敬 上官蓝握紧右拳 龙之力汹涌澎湃 张开被血迹染红的嘴唇 深深吸气 龙之呼吸 龙黄拳 上官蓝朝着中焉龙王 轰出全力一拳 弱小的人类 皮肤汗术吧 中焉龙王抬起龙爪 中焉之力集中全心 嗖 一道金蓝色的光影 穿梭混沌的裂空 哗啦啦 中焉龙王裹挟着中焉之力的拳头 被一根腐朽古老的锁链 死死禁锢 龙心铜剧烈颤抖 神龙锁 梦妹 你就是一个叛徒 此刻中焉龙王提到的梦妹 是另外一位龙王 梦妹龙王 对于中焉龙王而言 不只是梦妹 其他所有龙王 都是他眼中的背叛者 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 神龙锁突然锁住 中焉龙王即将挥出的拳头 改写了一秒后的未来 碰 上官蓝的龙皇拳 狠狠砸在中焉龙王的脸上 以上官蓝的实力 根本无法对中焉龙王 造成一丝一毫的有效伤害 但他的拳头 可以无限放大 中焉龙王的痛绝 深入灵魂的疼痛 让中焉龙王呲牙咧嘴 四肢抽搐 萧烈焰伺机而动 从中焉龙王手中 抢走龙之类 至此 三神器全部落在萧烈焰之手 麦印 蓉翠 萧烈焰又一次 使用地球范围之外的神秘力量 这种力量的体现 类似于他传授给萧星宇的炼金术 却又更加高深奥妙 他的手腕 亮起一根隐隐发亮的脉络 他将龙王须和龙之类 完美融入逆龙剑之中 此刻的这把剑 并不锋利 但却可以斩断萧星宇 与上官蓝之间的血缘 萧烈焰的内心 万分悲痛 施展龙之呼吸 由龙踏雪 静止朝着上官蓝的方向 飞袭而去 紧握逆龄剑的右手 不停颤抖 这一剑 他捅了一次又一次 春秋冬夏 斗转星宇 周而复始 无边无境 只要找不到解决 根本问题的答案 他还会继续捅下去 这可是用儿子的剑 捅心爱的妻子 换做任何一个丈夫 恐怕早就不堪心灵的折磨 选择自意而亡 做一个懦弱的逃兵 逃避命运齿轮的碾压 但萧烈焰不是逃兵 他宁肯在事后 独自承受一切苦难与悲痛 他甘愿遭受命运齿轮的 反复碾压 也要一次又一次尝试 背负着所有 努力寻觅隐藏在 不知何处的唯一答案 命运告诉他 这道题 无解 他不臣服于命运 他说 他要坚持到这道题 有解的那一天 来 再一次 对不起了 就在萧烈焰下定决心 捅出这一件的时刻 一道黑影袭来 中烟之力浸透皮肤 渗入血液和骨髓 如此巨大的伤害 也只是让他吐出一口鲜血 强大的心脏 依旧维持着蓬勃的生命力 中烟龙王虚空二立 单手握住萧烈焰的脖梗 龙心铜流露出欣赏之色 不愧是来自那个 唯度未面的血脉 曲曲肉身 能抗住中烟之力的侵蚀 不过呢 萧烈焰 一切都该结束了 中烟龙王展露胜利者的笑意 另一只手抬起 欲要夺走萧烈焰手中的逆灵剑 这次 你又输了 萧烈焰唇齿如动 露出一抹灭笑 是对中烟龙王的嘲讽 也是对不公命运的反抗 他松开手 逆灵剑从高空坠落 不 不要 中烟龙王太过自负 等到他反应过来 逆灵剑已经坠落废墟地面 一只血淋淋的手 捡起逆灵剑 上官兰 不 中烟龙王无能怒吼 无法阻止上官兰双手举剑的动作 一切的一切 被困囚龙之中的萧星宇都能看到 小语 我亲爱的儿子 我未曾陪伴你成长 这是我对你的亏欠 我还没听过你喊我一声妈 这让我感到遗憾 但我只有这样做 才能保护好你 上官兰露出惨细细的微笑 绝美的容颜 第一次流露出 蕴含深沉母爱的慈祥 他那滴血一般的心声 就像一封传递万年的家书 在泛黄破损之际 终于落入萧星宇的手中 这一剑 会再次斩断我们母子之间的血缘 这一剑 我还是龙国女帝 你还是黄科院黑职 这一剑 你不用怕 这一剑 妈妈不疼 扑呲 逆龄剑贯穿上官兰的胸口 鲜血染红废墟 龙王记的囚龙里 孤零零的萧星宇 泪如雨崩 扬天嘶吼 妈 一场龙王记 断绝母子情 第七百九十三章 龙蛋破壳 海底沉睡的龙王 血缘断裂 中烟落幕 燕兰夫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就像永远无法破除的魔咒 让一切又回到了那场龙王记的原点此刻 中烟龙王身上的黑色龙灵 逐渐褪去 风化成沙 充满不甘和愤恨的龙心童 随之失去光芒 上官兰 这次算你狠 本王还会回来的 一切还没结束 中烟龙王放出狠话 转瞬之间 他与萧星宇位置互换 血色荒漠 龙骨遍地 这里是龙王记的战场 也是囚禁中烟龙王的封印之地 他又一次被困在冰冷的牢狱里 疲惫的脸上 黯然神伤 萧星宇 你觉得这样重复的悲剧 有意义吗 中烟龙王站在囚龙里 对萧星宇发出灵魂拷问 此时萧星宇的意识 已经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 他清楚看到 上官兰倒在一片鲜红的血泊里 不论他用多么大的声音嘶吼 陷入昏迷的上官兰 也听不到半个字 正如中烟龙王所说 这样无限重复的悲剧 意义何在 等你有所觉悟的那一天 你来找我 我们好好谈一谈吧 中烟龙王的声音就此终止 他再一次被封印 困在龙王记之中 苦苦挣扎 备受煎熬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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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龙王的心跳 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生命力 萧星宇的心脏还在蓬勃跳动 但他感觉这颗心 早已千疮百孔 让他痛不欲生 真该死啊 我的记忆 越来越模糊了 我才刚刚记起你 为什么又快忘掉了呢 不要 妈 深深的无力感 迫使萧星宇心神崩溃 万念俱灰 伴随着天崩地裂的爆炸 地下深渊彻底破碎 一切坠入苍茫漆黑的深海 萧星宇渐渐闭上眼睛 眼角处流淌的血泪 就像一串赤红的玛瑙珍珠 随一波荡漾 我好困啊 是不是睡醒这一觉 我就记不得你了 你还是龙国女帝 我还是黄科院黑职 我不该再奢求母子相认了 毕竟我现在拥有的东西 已经是你和父亲拼尽一切才换来的 血缘断裂又怎样 夜兰殿上君臣相伴 我萧星宇心满意足 这一战 一家三口眉书 命运的洪流 依旧冲不垮他们的意志 萧宇 姐姐的声音 姐姐 可是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 陷入沉睡的萧星宇 被萧若雪抱在怀里 严格来说 此刻她是龙族的管家 龙文使 飞 萧若雪紧紧搂住萧星宇的身体 恨不得将其揉进自己的体内 她的眼角一出心疼的泪水 龙面传音 飞 松手 燕 难道就让萧宇沉睡在这海底吗 你仔细看看萧若雪的身体 萧若雪低头一看 露出惊讶的目光 不知何时 一根金蓝色的锁链 就像柔软的水蛇 缠绕萧星宇的右手手腕 神龙锁 这是梦寐龙王的三神器之一 神龙锁缠绕萧星宇的手腕 并没有约束禁锢萧星宇 而是安抚着萧星宇受伤的灵魂 在战斗的最后时刻 正是神龙锁主动出击 锁住中烟龙王遇要挥拳的手臂 才让燕兰夫妇打出完美的配合 飞 明白了吗 嗯 所以 松手吧 萧若雪俯身 红唇亲吻萧星宇的额头 萧若 我亲爱的弟弟 在姐姐眼里 这世上没有什么中烟龙王 我也不是什么龙文使 你一定累了 累坏了呢 好好睡一觉吧 姐姐在家 等你回来 萧若雪吻过萧星宇的额头 恋恋不舍松开了颤抖的手 沉睡状态的萧星宇不断下坠 陷入深海最底层的黑渊 神龙锁陪伴着她 照顾着她 试图去抚平她心中的创伤 萧烈焰抱住昏迷的上官兰 朝着海面游去 兰 又一次 让你受苦了 我这个当丈夫的 真是不合格呢 母子皆苦 作为这个家庭的顶梁柱 萧烈焰更苦 她知晓一切 她也不会忘记一切 她是守护这个家最后的底牌 这就注定了 她要承受背负最大的痛苦 萧若雪则是牵住谢怜的手 把这个晕厥的少女 拖回海面之上 因国覆灭 神术崩碎 这个事件变天了 多日后 燕蒙总部 浪花拍打礁石 好似龙银翻滚 萧烈焰与萧若雪并尖力 眺望无边无境的汉海 燕 兰的伤势怎么样了 恢复需要一些时间 我会陪着她 关于地下城 放心吧 地下城之战发生的一切 都被储存在龙之内里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萧若雪点点头 眉宇间流露着担忧 你说 萧宇现在怎么样了 有神龙所守护她 她应该做了一个好梦 等她醒来 还有新的征程 等待着她 此时此刻 大海深处 萧欣鱼躺在海底 神龙所缠绕手腕 她的周围 盘踞着一头 美紫色的龙魂 叮 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宿主 取得龙族质宝 神龙所完成特殊任务 发放任务奖励 一滴万龙血 检测到万龙血与龙蛋适配 宿主是否决定进行融合 三秒未回复 视为宿主默认 三 二 一 沉睡中的萧欣宇 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 她还是小时候的样子 肉嘟嘟的小手 被两个大人牵着 一起往前走钉 万龙血加龙蛋 触发完美融合 龙蛋孵化进度100% 龙骨检测结果 龙王骨 这一刻 神龙所闪烁光芒 死死禁锢萧宇的手腕 龙骨重新检测 检测结果 龙喉骨 咔嚓 一条巨龙破壳而出 出生即成年 巨龙的呼吸 四季变幻 巨龙的眨眼 昼夜交替 她的眼里 燃烧着跳动的烛火 她的鼻息 喷洒着时间的法则 她乖乖扑附在萧欣宇的身边 默默守护 无视岁月的更迭 凡是过往 皆是序章 龙族不灭 中烟不息 一个属于萧欣宇的时代 即将到来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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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王心跳 我这是 睡了多久 龙王复苏 第794章 父子局 王者归来 萧欣宇 摘星成 叶家老宅 卧室里 叶双宁从床上惊醒做起 长发凌乱 苍白的脸上布满汗珠 两年时间过去 叶双宁似乎颓腾了许多 她再也不是曾经那个重心捧月的天才少女 萧欣宇的离开 对她的内心造成巨大的伤害 姐姐 你又做噩梦了 先喝杯热水 叶双萌端来一杯热水 用温柔的语气 安抚叶双宁 萌萌 让你担心了 我没事 你先出去吧 我再休息一下 叶双宁尽量让自己的笑容不那么僵硬 好的姐姐 你好好休息 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叶双萌离开卧室 背靠房门 落寞的脸蛋 浮现淡淡的忧伤 姐姐 你真的没事吗 两年了 这两年来 你总共做了187次噩梦 每一次惊醒都会喊哥哥的名字 每一次睡觉的时候 再次来到庭院里 相比两年前的那个可爱萝莉 她长高了不少 脸蛋也更加精致 但还是维持着双马尾的发型 成熟的气质之下 还残存着曾经的幼太 因为只有这个发型 才可以佩戴萧欣宇 送她的樱桃发卡 庭院里 矗立着一棵 挂满七幅红绳的梧桐树 夜市蒙双手合十 闭上眼睛 眼角泛起思念的泪花 整整两年了 哥哥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们都很想你 哗啦啦 广袤无垠的大海 在日光的照耀下 呈现深邃的幽蓝 欢头的海浪 随着清风的吹拂 层层翻滚 犹如万千野马奔腾不息 远处 海鸟在海面上肆意飞翔 似乎在歌颂着 大海的瑰丽与红尾 一缕阳光微微倾斜 萧烈焰站在一座 风鸾般耸立的礁石上 英俊而又沧桑的脸庞 展露出满怀期待的笑意 她今天穿得很正式 平日里不休蝙蝠的她 甚至特意梳理了头发 刮了胡子 就像要迎接一位 阔别已久的挚友同时 她的眼里 又流淌着老父亲般的慈祥 当海浪再次涌起 一座陈旧的机甲浮出海面 这是兽神体 三阶 级别的机械系御兽 杨俭 因为沉沦海底已久 杨俭失去光泽的金属胸甲上 爬满了绿油油的海藻 还有一些栖息的海星和螃蟹 虽然金属外壳的光泽 不负往日的璀璨 但当她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亮起红光 整片大海为之阵战 每一滴海水都在沸腾 只为迎接龙王的归来 杨俭的头顶上 一个衣衫蓝绿 长发披肩的少年 以慵懒的姿态半躺着 萧烈焰淡淡一笑 欢迎归来 永夜君王 萧星宇缓缓睁开眼睛 随之起身 隔着一片海域 与站在礁石上的萧烈焰 四目相对 两年不见 你还是老样子 你怎么知道 自己在海底沉睡了两年 因为一觉醒来后 我对时间的概念 变得敏感了 萧星宇的眼睛 化作一双燃烧着烛火的龙铜 她的每一次眨眼 都会引起天地之间的忽明忽暗 仿佛昼夜随之交替 知道我醒来后 为什么第一个要找的人 就是你吗 龙之泪 萧星宇微笑点头 但雨气变得深沉 没错 我能感应到 龙之泪在你身上 关于两年前 那场地下城之战 具体过程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但总觉得失去了很多东西 我能猜到 你把那一战发生的一切 都储存在龙之泪里 萧烈焰没有否认 而是笑盈盈地回应道 你的猜测没错 所以你现在 想要拿回龙之泪 是的 除非你能击败我 那我们开始吧 聪明人之间谈话 通常简单粗暴 谈不拢 那就是直接干 萧星宇单手召唤 亡灵之书 万千百股骷髅冲出海面 疯狂献祭 此刻的萧星宇 身上有了上官瞳的影子 灵力倍增 玉兽文章瞬间开启 召唤法阵笼罩整片海域 龙吟震碎云记 青鼎圣龙跃出海面 一套丝滑的操作 行云流水 炉火纯青 但从这大道质检的骑手势看 这个玉兽师 不像是在大海深处 沉睡了整整两年 更像是每一天 都在进行刻苦的训练 龙之呼吸 心之行 剑齿龙牙 青鼎圣龙光芒大作 化作一柄龙牙形状的青铜长剑 落入潇心雨的掌心 龙焰焚海 踏浪而行 枪狼 两道人影短兵相接 逆临剑与剑齿龙牙剧烈碰撞 引发遮天海啸 掀起无数海流水柱 直冲云霄 大海中央 赋与紫池剑对峙 啄啄对势 永夜君王 两年了 你便强了许多 谢谢夸奖 这场曠世大战还在继续 双方打的天昏地暗 不可开交每一次剑人的碰撞 都会产生一番对话 枪狼 两年前的地下城之战 究竟发生了什么 龙之泪可以给你答案 枪狼 我的东西 还给我 战前我就说过 击败我 龙之泪你可以拿走 枪狼 萧烈焰 你到底是什么人 击败我 你可以知道一切 轰隆 一场海啸大爆炸 将这次对决 画上一个句号 萧行雨嘴角一出鲜血 手臂脱臼 身上的龙铃脱落大半 反观萧烈焰 就连发型都未曾产生丝毫的变化 这种巨大的差距 并没有让萧行雨气馁和抓狂 反而她露出势然的笑意 笑什么呢 我大致明白了 说说看 你不愿意把龙之泪还给我 是在保护我 萧行雨这句话 让萧烈焰心神震动 向来平静如水的眸底 闪过一丝慌乱 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我虽然忘记了 有关地下城之战的一切 但我很清楚 萧行雨目光柔和 审视自我 两年前 我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 才会失去记忆 两年后 也是因为我还不够强大 所以你才选择掌管龙之泪 阻止我去窥探那一战的记忆 因为即使我窥探了 我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萧烈焰沉默许久 开口道 两年的沉睡 你真的学会了很多东西 萧前辈 啊 喂 为什么突然这样叫我 在萧烈焰困惑的注视下 萧行雨抹去唇角的血迹 露出灿烂的笑容 虽然我都不记得了 但我有强烈的直觉 那一战 你保护过我 萧烈焰眼眶泛红 但是谁我根本记不得了 母子之间 血缘已断 在萧行雨的心中 上官蓝只是龙国女帝 同样 在上官蓝眼里 萧行雨只是黄科院黑植 失去记忆 也会抚平伤痛 一家三口 徒流从未遗忘任何过去的萧烈焰 他独自一人 背负着无尽的苦楚和悲伤 萧前辈 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回龙之泪 还是那句话 等你可以击败我的时候 君子一言 一言为定 父子两人相视一笑 在这片汪洋中心立下约定 萧行雨 嗯 回国看看吧 去见一见你想见的人 去重新了解这个崭新的时代 去开启属于你的下一段征程吧 萧前辈 再会 萧行雨转身就走 自意洒脱 两年的沉睡 让他成熟了太多 他不再执着去探寻龙王纪 和父母的真相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看不错真相 不是因为找不到真相 而是自己还不够强 想要解开所有谜题 只有登顶御寿师的最高王座 这一次 我回来 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成为第一御寿师 花有重开 亡者归来 第795章 黄科院黑植萧行雨 参上 苍茫无尽的大海 新时代的巨浪之下 埋葬着无数旧时代的沉船 萧烈焰屹立礁石之上 接受曙光的照耀 洗净千华的容颜 沧桑却未老 眼里满是欣慰 他仔细回忆了一下 自己与萧行雨的战斗 萧行雨身上的伤势 并非使用了什么灵药而治愈 而是通过操控时间流速 让伤口经过无尽岁月的更迭 自动愈合 掌控时间法则 九幽龙王的力量 有点意思 看来 这小子没用权力啊 偷偷摸摸藏了一张新的底牌 龙骨的等级 应该降至龙喉骨 这是中烟龙王的自我保护 也是梦寐龙王对小雨的保护 萧烈焰的眼睛 亮起璀璨的盛光 瞳孔和眼白融为一体 这双眼睛不属于地球的产物 他可以看到未来 他甚至可以游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就像一名时光旅客 虽然改变未来很难 但既然龙族都没放弃 我身为他的父亲 又怎能放弃呢 萧行雨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他的身后 有母亲 有父亲 也有整个龙族 龙王既是世界的灾难 是时代的悲歌 但同时也是萧行雨的诞生 这个少年的存在 让未来充满无数种答案 等待他自己去寻找其中的最优解 龙国 皇城 夜兰殿 上官兰以慵懒的姿势坐在王座上 他的美貌和两年前一样 依旧是全天下最标致的一张脸 岁月无法击败他 甚至他的每一缕青丝 每一个毛孔都是那么完美 找不到任何瑕疵 大殿之上 帝魂首领杜鸭挺直腰背 正在汇报最近的情报 近日 经过大量人手的丁梢 跟踪和侦察 已经确定 雪国最新任命的皇命大军师 就是谢忠 上官兰轻轻一笑 目光伶俐如刀 没想到 那一战 他竟然没死 关于两年前的地下城之战 上官兰的记忆模糊不清 他依稀记得 谢忠死于鬼拳红莲之手 但他的记忆 仅仅停留在谢忠死亡的那一刻 后续发生的一切 他都没有印象了 当时那一刻 谢忠明明尸体僵化 为什么没有死透 两年过后 他又为何成为雪国的第一军师 这些信息背后的引擎 需要地魂组织继续深入调查 赌鸭 这件事持续跟进 是 女帝大人 君臣之间谈论的攻势 就此结束 上官兰的视线 落在杜鸭身边的女子身上 女子身材高挑 容貌出众 都貌遮不住一头柔顺的紫色长发 他身披血红色的衣袍 腰间挂有一块崭新的地魂令 杜鸭 这段时间 且儿的工作状态如何 杜鸭身边的女子 正是龙国公主上官前 时隔两年 他晋升八星御寿师 去年就从皇家学院毕业 成为地魂组织的红衣大祭祀之一 他的气质 比以往更加干练成熟 但内心还是和两年前一样 惦记牵挂着那个少年 毕竟 那个少年是他心头的白月光 公主殿下的工作状态 杜鸭瞄了一眼上官前 上官前露出祈求的目光 上官兰打去道 杜鸭 如实回答 否则连你一起罚 杜鸭也是无奈 没办法替上官前打掩护 女帝大人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公主殿下没有和我们一起行动 她还在调查 皇科院黑职失踪案 杜鸭话音一落 夜兰殿陷入一片冰冷的沉寂 上官前抿着嘴唇 不敢抬头 前儿 我不止一次说过 你现在是地魂组织的红衣大祭司 你的任务 不是天天盯着两年前的那个案子 这一刻 上官前难以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 泪水溢出湿红的眼角 母亲 您可知道 今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意味着肖心雨失踪整整两年了 她曾经可是您最器重的人才 但这两年您从未找过她 母亲 算起儿求您了 让我继续查吧 不论生死 我只想找到她 上官蓝的脸色 骤然变得苍白疲倦 思绪回到两年前 大战后的昏迷 让她失去很多记忆 她忘记了自己的儿子 她忘记了 永夜君王摘下面具 就是肖心雨 她对见肖心雨最后一面的印象 停留东征的路上 昏迷后苏醒的那一刻 她发现自己躺在燕蒙总部的病房里 肖烈焰陪在她的身边 我昏迷之前 都发生了什么 抱歉 我不能说 我能感应到 龙之泪在你身上 过去那一战发生的一切 都被你藏在龙之泪里了吧 是的 给我看看 不行 在这一瞬间 上官蓝和肖心雨一样 突然释怀 好 我不看 那你总要告诉我 我的黑植在哪 我不能说 肖烈焰 你又来这套 总是瞒着我 每次都 上官蓝的怒火刚刚燃起 悄然熄灭 只因肖烈焰 抢吻了她的嘴唇 两酒 唇分 肖烈焰抬起手 轻轻抚摸上官蓝的秀法 蓝 你不是最擅长等待吗 我保证 你会等到黄科院黑植的归来 我保证 两年时间 上官蓝尽量不去想 自己和肖心雨经历的点点滴滴 她不记得自己的儿子 但她记得 黄科院黑植龙国 失去了肖心雨 仿佛失去了龙魂的一条龙 陷入无尽的沉眠 上官蓝的眼里 也失去了曾经的光泽 她也想去找肖心雨 但肖烈焰都把话说到那个地步了 她只好端正地 坐在龙国皇城的王位上 静静等待 她的内心 也在经历春夏秋冬的煎熬 时代变了 但那个她仍未归来 母亲 求求您了 让我继续查吧 上官蜆双膝跪地 朝着上官蓝磕头 她对肖心雨的情愫 虽然埋在心底 但也是一份沉甸甸的爱意 毒鸭深吸一口气 眼圈腾起一阵水雾 这两年里 她何尝不想肖心雨 那个少年 可是她认定的 下一任地魂首领 就在这时 店外传来一道懒洋洋的声音 谁要查我 上官浅还跪在地上 她转动脑袋 望向大殿门口 挺拔的身影 是那么熟悉 总是出现在她的梦里 如今终于照进现实 毒鸭瞪大眼睛 手臂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公主殿下 哭花了脸 会变丑的 先生 别来无恙 肖心雨大不留心 走进夜兰殿 露出和煦的微笑 温柔明媚的视线 与上官蓝的视线碰撞 摩擦出灿烂的火花 黄科院黑直肖心雨 参上 上官蓝强压心神的动荡 欢迎复职 肖大人 两年 她 回来了 第796章 地狱火莲 归来已成学长 夜兰殿 围炉煮茶 肖心雨和两年前的待遇一样 她可以坐在上官蓝的对面 喝一杯上官蓝亲手泡的茶 肖心雨 两年不见 你看起来成熟了许多 虽然没有参加后续考核 但你现在的实力 不止于六星了吧 上官蓝端起茶壶 把刚煮好的茶 倒入肖心雨的杯中 茶香四溢 女帝大人的茶艺 两年不见 又精进了许多 那么以您之见 我的实力应该是几星 君臣对视一笑 这个话题就此结束 尝尝吧 这是最近两年新培育的茶种 你还没喝过呢 味道不错 但我还是喜欢两年前的茶种 我是一个念旧的人 这两年 这个世界可是变天了呢 嗯 我办了一张新的电话卡 手机浏览器弹出的热点新闻 足以让我了解现在的世界 这颗浸泡在死亡与绝望之中的星球 至此经历了三次全球暴走进化 第一次 魔兽入侵 末世降临 玉兽师这个职业就此诞生 第二次 龙王纪 玉龙师从此衰落 龙族绝技 第三次 神术毁灭 神龙所植入萧星宇的体内 这三个历史大事件 标志着三个不同的时代 萧星宇在海底沉睡的这两年 世界风云巨变 全球物种 迎来一次全新的变异进化 就像是一次大爆发的基因革命 除了常规的魔兽之外 世界上多了 怨兽 梦魔 魁师等多种人类死敌 因此 各种新兴职业 应运而生 比如 结院师 川梦师 炼师师 驱魔师 如果从世界版图上来看 英国覆灭陈岛之后 又出现了一个新建立的国度 名为 血国 萧星宇看过新闻 血国就是血十字王庭与兵林族融合创造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位置就在龙国西北边境之外 隔着一片荒漠与龙国遥望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国家所有的御兽师操控御兽需要的不是灵力 而是自身的血液 一血御兽就是血国的文明内核 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诞生 其实得益于英国的灭亡 萧星宇关于血国的信息 有时间可以找度压聊聊 因为如今的血国有一位我们的旧相识 上官兰提到的旧相识就是阴魂不散的血忠 最初 他效忠于上官兰担任龙国第一军师 后来 他接受鬼权天司的橄榄枝 暗中担任罗刹门门主 如今 他又担任血国的黄命大军师 好一个死不掉的三姓家奴 一杯茶过后 上官兰亲手给萧星宇续杯 两年时间 物是人非 其他国家都变强了 魔兽也变强了 我们龙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萧大人 你有信心在这个新时代里 重新启航吗 萧星宇抿了一口热茶 淡淡微笑 女帝大人 我怎么会没有信心呢 您可是说过 我萧星宇是龙国的未来 我相信您的眼光 两人聊了很久 直至茶壶中的茶叶失去最后一丝味道 萧星宇起身 准备离开 龙影市 有很多人 很多市 一直在等你 路上注意安全 到家别忘报一声平安 萧星宇驻足足 忍不住心中好奇 您为什么不问问 我这两年 在什么地方 干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 上官兰给出简单的回答 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是我唯一的黑纸 萧星宇心中一暖 发自肺腑 直输胸易 讲真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记不得那场大战了 但我总觉得 那一战 我欠了您什么 上官兰放下茶杯 饶有兴致问道 欠我什么了 欠了您 那一战 他欠他一声 妈 上官兰从战斗开始 直至自统一见昏迷 都没有听到这一声 妈 尽管那个时候 萧星宇哭得昏天黑地 喊了成千上万次 但命运总是戏弄 本就悲苦的人 萧星宇的呐喊 上官兰一声都没有听见 我也不知道 欠了您什么 我更不知道 用什么偿还 女帝大人 我想说 我萧星宇 会做你一辈子黑纸 上官兰露出的笑容 如同春风轻拂嫩牙 舒缓而宁静 萧大人 这句话我记住了 你可要一直待在我的身边 一定 夜兰殿上 母子对视 君臣有别 血缘断裂 一望的记忆 不重要了 只要彼此都站在对方 能够看得到 摸得着的位置 就足够了 她是永远的龙国女帝 她是永远的黄科院黑直 不论何时何地 当她喊出萧大人何在 她一定会扮起左右 用最沉稳的语气 回应一声 我在 龙隐士 午后的阳光并不温暖 天空雾蒙蒙的 空气相比两年前 变得污浊了许多 大街小巷 曾经挂着天才少女 叶双宁的海报 早已全部撤掉 叶双宁这个名字 如今是商众勇的代名词 两年前便已跌下神坛 青龙学院 校园操场 一股冰冷的邪恶气息 从足球场中央 迸发喷勃 但乐乐 你为什么攻击同学 快住手 导师 我也不想啊 我的玉兽突然失控了 我用血气的力量 也无法唤醒她的理智 大家快闪开 苍颜雪狼已经怨兽附体 快去通知教导处 派一位卸院士过来 足球场上浓烟四起 火焰焚烧草皮 一个金发碧眼的混血少女 惊慌失色 她的胸前挂着一年急生的徽掌 此刻 她契约的玉兽苍颜雪狼 发疯一般 无差别攻击周围的人群 苍颜雪狼的眼睛 被一层厚重的黑雾所蒙蔽 头顶上隐约浮现一只 毒蝎系玉兽的亡魂 这只亡魂面目猙獰 散发着强大的怨念 它可以操控苍颜雪狼的躯体 破坏周围的一切 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就打伤了十几名青龙学院的学生 完了完了 闯祸了 为什么我的御兽会被院兽盯上 解院师还没到吗 损毁校园公务 打伤同学 给学院造成负面新闻 院长要是知道了 肯定扒我一层皮 但落落的脑海里 浮现出青龙学院院长苏如燕的形象 顿时下的花容失色 导师A 解院师还没来吗 导师B 据说拉肚子了 要等一下 导师C 等不及了 这只院兽等级 起码在四级恶意之上 如果晚一不解除怨念 苍蝎血狼也会死亡 好 就在这时 被院兽附体的苍蝎血狼 高高跃起 释放火焰狼爪 欲要撕碎一个倒地的女同学 黑风 哦 地狱火莲 关键时刻 一朵黑色火莲悄然绽放 沸腾的火苗笼罩整座青龙学院 嘿 黑色的火莲 这招我在教科书上看过 那个男人回来了 你说的那个男人 该不会是失踪两年的那位学长吧 萧学长 地狱火莲起手 经典永不过时 妖孽王者归来 新生已成学长 第797章 新法小队队长 归队 当火帘消散 尘埃落定 只见一个身姿挺拔的年轻男子 出现在青龙学院的操场上 柔和的日光下 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蛋 清秀俊朗 唇角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这是年轻的萧烈焰 常年保持的习惯 即使他的神态放荡不羁 但深邃的眼神里 却蕴藏着远超同龄人的成熟和睿智 重新闯入人们的视野 用一招经典的地狱火帘 宣告王者归来 我没认错 他就是萧新宇 真的是萧学长 天哪 他回来了 这种感觉 就像做梦一样 见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人物 失踪两年 我还以为他死 啊佩佩佩 萧新宇失踪两年 在此期间杳无音信 在大众眼里 萧新宇就是战死在 东征灭婴的战场上了 然而此刻 他回到了青龙学院 哪怕只是 展露一个人畜无害的微笑 立刻引起全校轰动 你叫什么名字 萧 萧学长好 我叫淡洛洛 一年级三班 淡洛洛一脸崇拜 看着眼前 这个高大英俊的学长 萧新宇脸上浮现回忆之色 低音道 两年前 我也在一年级三班 说见正事 萧新宇言归正传 指了指 被神域阎王 摁在地上的苍岩雪狼 此时苍岩雪狼 四氧八叉躺在地上 身上残留着地狱火帘 留下的灼伤痕迹 但这些伤势并不致命 这说明 萧新宇特意让神域阎王留守了 毕竟苍岩雪狼是玉兽 不是魔兽 但洛洛同学 你的玉兽 是因为最近的训练强度太大 再加上遭受皮肤炎症的折磨 情绪本就不稳定 所以才很容易被怨兽附体 萧学长 都被你说中了 这段时间 我着急参加四星考核 所以强迫苍岩雪狼 做了很多高强度的魔鬼训练 皮肤炎症也加重了 是我的问题 我太自私了 没有照顾到他的情绪和感受 萧新宇四周张望 喃喃自语 操场上出了这么大的事 谢院师还没来 一个围观的小学弟站出来 萧学长 今天负责值班的谢院师 拉肚子了 一时半会 恐怕过不来 人有三级 罢了罢了 即便这是废土末世 拉屎也是人类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和掏耳朵不能让人碰一样 萧新宇抬起右手 眼底燃起一抹 常人不易察觉的梅子色龙艳 此时苍岩雪狼 虽然被神域阎王的狼爪 死死摁在地上 但他依旧呲牙咧嘴 发出凶残的狼嚎 双目被一层厚重的黑雾覆盖 理智全窝 他的头顶上 悬浮着一只毒蟹的亡魂虚影 这只毒蟹 就是怨兽 当一些御兽 遭受御兽师的虐待 打压 抛弃 甚至强行注射一些 带有严重副作用的提升药物 从而不堪折磨 含冤而死后 亡魂就会化作饱含怨念的怨兽 在这个世界上肆意犹荡 他们怨念深重 没有理智 只有愤怒 所以平等痛恨每一个御兽师 他们会趁着御兽情绪不稳定的时刻 悄悄寄生在御兽体内 导致御兽失控 从而发动无差别攻击 还会屠杀无辜的人类 这就是怨兽诞生的原理 它并非生来就是 而是某些人类御兽师的无情无义 让他们成为了 同时 谢怨师这个职业应运而生 结怨师拥有特殊的力量 可以安抚怨兽的怨念 进行亡魂超度 从而让御兽摆脱怨兽的寄生 恢复理智 萧学长 你这是 在淡洛洛和众人的注视下 萧欣宇的右手 轻抚苍蝉血狼的脑袋 他的右手手腕 缠绕着一条金蓝色的手链 正在盈盈发光 在凡台肉眼看来 这条手链 或许就是一件普通的配饰而已 其实 它是龙族至宝之一 神龙锁 在过去的两年里 这个世界产生的一切异变和进化 包括怨兽 梦魔等新物种的出现 都跟神龙锁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萧欣宇眸光一抖 唇角上扬 寄生在苍蝉血狼体内的怨兽 瞬间安静下来 他的亡魂 随风消散 以无数黑色光丽的形式 被神龙锁瞬间吸收 至此 苍蝉血狼恢复理智 眼前蒙蔽的黑雾一扫而空 他眨巴着清澈而又愚蠢的眼神 摇晃尾巴 用舌头舔视萧欣宇的手臂 以此表达救命之恩 如果不是萧欣宇及时出手 苍蝉血狼的灵魂 会被那只怨兽彻底吞噬 不仅酿成大祸 最后还会暴体而亡 苍蝉血狼恢复正常了 那只怨兽 被萧学长超度了 萧学长竟然是一名解怨师 他能轻轻松松超度 四级恶意级别的怨兽 说明起码有四星解怨师的水平 不愧是萧学长 失踪两年 归来还是那个当之无愧的妖孽天才 人群里先是传出惊讶和铠叹 而后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以及珊瑚海啸的赞美 这个男人 哪怕失踪两年 当他归来 依旧是年轻一代中 最耀眼的那颗星辰 然而 人们都误会了 萧欣宇刚才可没有超度 那只怨兽的王魂 他只是用神龙锁 将那只怨兽的王魂锁了起来 毕竟想要将上官同带回来 萧欣宇需要庞大的灵魂进行献祭 师父 再给我一些时间 等我弄来一只怨魂王 差不多就能满足 迎接您回到我身边的条件了 萧欣宇在人群的簇拥下 朝着教学楼走去 不客 他停下脚步 看向教学楼门口的通告栏 通告栏上 写明了最新一期 预售师小队排行榜 全校排名第一的预售师小队 正是由萧欣宇亲自创立的 心法小队 第一名 心法小队 总积分11350 队长 三年级S班 萧欣宇 未知 副队长 三年级S班 慕容欣欣 七星 队员 三年级S班 慕容杨硕 六星 队员 三年级S班 叶诗盟 六星 队员 三年级S班 谢连 六星 队员 三年级S班 百里烧 六星 破万的积分 两年 大家都变强了不少 萧欣宇露出的笑容里 充满了欣慰和自豪 他忍不住抬起手 只见服过慕容欣欣的名字 六金 这两年 你一定受了很多苦 萧欣宇自言自语 情不知所起 心头低泪 就在这时 萧欣宇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萧欣宇 对我来说 等待从来不是一件苦差事 因为我知道 一定会等到你 萧欣宇转身看去 白发少女面带微笑 清风吹动他头顶上的呆毛 他的身材 出落得亭亭玉立 他的五官 更添一分精致的柔美 但他对他的爱 和两年前一样 炙热而又纯粹 六金 萧欣宇再也忍不住心脏的悸动 冲过去将这个等了自己两年的女孩 紧紧涌入怀里 时隔两年 新阀小队队长 归队 第七百九十八章新时代 八星考核 我来了 青龙学院食堂 现在是下午三点 学生们都在上课 食堂大厅空空荡荡 新阀小队 为了庆贺队长归来 全部请假 来到食堂陪萧欣宇吃一顿回归宴 时隔整整两年 吃一顿久违的食堂大锅菜 远比去校外的高档餐厅下馆子 更有滋味 萧欣宇拿起筷子 边吃边评价 回忆涌上心头 这辣子鸡丁 还是原来的味道 就是菜量有点少 看来食堂的大妈们 还是没有改掉打菜手抖的习惯 这些大妈每天都会手抖 我点一个土豆炖牛肉 他们手一抖 我吃的就是土豆炖土豆了 萧欣宇微微皱眉 放下筷子 糖醋鱼的盐放多了 味道欠佳和两年前差别很大 慕容欣欣给萧欣宇倒了一杯水 解释道 大概一年前吧 负责做糖醋鱼这道菜的马师傅 在一次回家的路上 被一只愿兽附体的金刚剑吃虎吃掉了 这两年不仅是龙国 其他各国 死亡人数都在攀升 除了魔兽之外 更多的物种变异进化 人类的死敌越来越多 地球上的资源也越来越匮乏 这也导致人类预售师的考核标准 越来越高选拔人才 必须精益求精 这样才能让国家适应 如今这个更加残酷的末日世界 萧欣宇在浏览手机新闻的时候 也有所了解 人们以两年前的东征灭英为分界线 将如今的时代称之为新时代 在新时代下涌现的九星预售师 称之为新九星 新九星预售师的实力 普遍高于老一辈的九星预售师 因为新一代的九星强者 都觉醒了新的力量 时代的更迭就是一场大浪逃杀 新时代的强者代表着版本答案 他们更加年轻 他们激流涌进 旧时代的惨党 注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被后背拍在冰冷的沙滩上 哥哥 你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 这两年 你到底去哪了 我都想死你了 叶诗蒙虽然成熟了不熟 但他一看到萧欣宇 还是和两年前一样 奶生奶气 眼眶失红 萧欣宇抬起手 摸了摸叶诗蒙的脑袋 萌萌 我这两年过得很好 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不用担心我 萧欣宇一睡就是两年 每时每刻都在梦境中徜徉 至于他的梦境中发生了什么 见到了什么人 领悟了怎样恐怖的力量 只有他自己知道 百里烧露出灿难憨厚的笑意 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红毛 拿起一瓶冰镇可乐 队长 不论你这两年经历了什么 我只想说 回来就好 我们一起干杯 庆祝队长归队 大家举起冰镇可乐 互相碰撞 喜笑颜开 心法小队 很久没有这样欢乐的氛围了 两年岁月 拆不散生生不息的团魂 全员终于再次集结 喝完可乐 萧欣宇侧目看了一眼谢怜 你有心事 没 没有 萧大哥 看到你回来 我真的很开心 谢怜看萧欣宇的眼神 比任何人都要特别 那种复杂的情绪 包含了太多故事 萧欣宇总觉得谢怜怪怪的 但关于地下城之战的记忆 早已模糊不清 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救过谢怜 慕容杨硕 搂住萧欣宇的肩膀 爽朗笑道 欣宇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两年过去了 咱们现在可是憋迹了 萧欣宇对此哭笑不得 是啊 上次我在青龙学院的食堂里吃饭 还是一年级新生 一场梦醒 我居然变成三年级学长 距离毕业 只剩下不足半年了 这是萧欣宇 在青龙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 当送走春风 摆脱学生这个身份 怀揣着各自的理想 走向天南海北 走进各行各业 撑起龙国的脊梁 杨硕兄 你的暗示我懂 毕业后 我一定娶你妹妹 一定 萧欣宇压低声音 在慕容杨硕耳边表明态度 欣宇 希望你说到做到 我慕容杨硕 这辈子只认你这个妹夫 叶师蒙竖起耳朵 哥哥 你和杨硕哥哥 小声嘀咕什么呢 神神秘秘 还不让我们听 嗨嗨 大人说话 小孩别插嘴 慕容杨硕 轻壳两声 转移话题 对了星宇 你刚回来 你的段位还停留在六星 接下来准备参加七星考核吗 叶师蒙眨眨巴着大眼睛 双手脱塞 哥哥 现在的御兽师考核 难度比两年前大多了呢 百里烧点头负荷 是啊 七星考核的标准 提升了不少 必须培养出两只兽王体 三阶 御兽 灵力值 要达到六万 谢怜看了一眼慕容星星 现在咱们星伐小队里 只有星星前不久 通过了七星考核 虽然沉睡两年 但萧星宇能够预判到 慕容星星的突飞猛进 因为慕容星星的身后 有月神 带安娜罩着 星宇 你现在的灵力值大概多少 慕容杨硕问了一个 大家都好奇的问题 萧星宇笑了笑 我还没测过 我不知道 总之 你麾下的御兽 两年前就达到兽王体 三阶 所以只要灵力值达到六万 就能参加七星考核了 我不打算参加七星考核 萧星宇这句话 让众人感到疑惑不解 面面相去 百里烧咬了咬嘴皮 试探心问道 老大呀 你该不会想 直接参加八星考核吧 嗯 萧星宇漫不惊心点头 慕容星星的嘴角微微扬起 两颗好看的梨窝里 荡漾着笑意 得知萧星宇准备跨街考核 他就知道 自己心爱的男人 和曾经一样 从未变过 萧星宇对于变强的追求 从来不会退而求其次 慕容阳朔拍了拍萧星宇的肩膀 脸色认真 语气严肃 星宇 我知道 你有从四星 直接跨入六星的传奇经历 但时代已经变了 这两年里 玉兽师考核的难度 一生再生 尤其是八星和九星 慕容阳朔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下意识甩了甩脑袋 星九星考核的难度 我就不说了 都是给那些怪物准备的门槛 我就说说 现在八星考核的难度 报考条件有两个 第一 玉兽师至少培养出两只兽黄体 一阶 玉兽 第二 玉兽师的灵力值达到十万 肖星宇难难低语 相比两年前 八星考核的难度 确实提升了很多 毕竟这个时代里 敌人越来越强 考核标准大幅提升 才能让对应的每个段位 不掺杂任何水分 星宇 你两年没有训练了 灵力值怎么也不可能突破十万吧 慕容阳朔不是小乔肖星宇 而是以新时代的认知 一个两年没有训练的六星玉兽师 根本不可能达到八星考核的灵力值指标 灵力值我还没测过 总之我想试试 说不定我就达标了呢 肖星宇开玩笑的语气里 掺杂着一丝玩味 这两年的沉睡 他在梦中经历的一切 远比魔鬼训练还要艰辛刻苦 八星考核 我来了 第799章 龙族信女谢怜 夜见学姐 临近黄昏 青龙学院 新法小队从食堂出来后 肖星宇笑着挥手 我看了课程表 你们接下来 还有一节实战训练课 你们去上课吧 我找院长叙叙就 肖星宇和慕容欣辛深情对视 两人都在克制心中压抑的情感 六金 今晚 我去你家吃饭 好 我打电话 让姐姐多做一些你爱吃的 慕容杨硕站在一旁 嘴都要笑歪了 心中暗倒 都说小别圣星婚 星宇和老妹一别就是两年 今晚一定干柴烈火 说不定我要有外甥了 杨硕哥哥 你笑得好猥琐 紧接着 扑就一层落寞 双马尾在风中搭拉着 整个人看起来情绪不高 哥哥 萌萌 你有什么心事 直接跟我讲 不论夜诗蒙长多大 在肖星宇眼里 永远是那个可爱蠢萌的妹妹 哥哥 你有时间的话 能不能去看一下我姐姐 夜诗蒙满怀期盼 可怜巴巴望着肖星宇 你姐姐 她这两年过得不好 总是做噩梦 肖星宇的脑海里 浮现出夜双宁的英容笑貌 两人之间上一次亲密接触 还是在英联学院 参加试院赛的时候 肖星宇的眼里 闪过一抹异样的情感 她回想起梦境中 见到的那个人 萌萌 我答应你 我会去看望你姐姐 哥哥 谢谢你 肖星宇朝着院长 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心法小队的成员们 一起返回三年级S班 谢怜 你去哪 萌萌 我去校园超市买一瓶水 需要我帮你带一瓶吗 好 谢怜独自站在 夕阳照耀的槐树下 盯着树荫里的斑驳光点 这个少女看起来心事重重 但眼神却无比坚定 龙王大人 欢迎回来 谢怜鸣鸣嘴微笑 脸蛋泛红 两年前 地下城之战落下帷幕 肖星宇沉入海底 燕蒙总部 谢怜裹着毛毯 坐在火堆旁 瑟瑟发抖 失魂落魄 眼眶溢出的泪水 从未停止 谢怜经历了这一战的全过程 她的眼睛目睹了一切 肖星宇是中烟龙王 这个信息 足以撑爆谢怜的脑容量匪 走到谢怜身边 递过来一杯热水 你是 我是龙文史 肥 是龙族历史的记录者 当然了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肥摘下斗笠和面纱 银色长发 随着海风律动 立体精致的五官 惊为天人 若 若雪姐姐 谢怜大惊失色 肖若雪沉阴片刻 手中浮现龙之泪 谢怜 这一战 小雨斩断了你的因果 你本是血眼胜果 你本因随着服侍之术消失毁灭 却被龙王改写命运 按照我们龙族的规矩 你现在的身份是 龙王姓女 谢怜脑海一片混乱 不禁问道 什么是龙王姓女 简单说 就是龙王的信徒 你的命 是属于龙王的 如果日后 小雨遇到致命危险 需要你站出来 为他抵挡致命伤害 换言之 你需要用你的生命 在特殊的时刻 偿还龙王为你斩断因果的恩情 谢怜点了点头 我大概明白了 对于普通人类来说 龙王的恩情 可不是随便欠的 欠了就必须偿还 这是龙族质宝 龙之类 你在图书馆的资料里 应该看到过 它可以收纳人类的记忆 如果你不想做龙王姓女 我可以抹去你 关于这一战的所有记忆 这样你就无需偿还龙王 对你的恩情 说完这些 萧若雪看向谢怜 最后问道 做出你的选择吧 我要做龙王姓女 萧若雪的美眸里 闪过一丝惊讶 你思考了不足一秒 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喜欢我弟弟 谢怜先是点头 接着又摇头 然后咬着流血的嘴唇 自嘲说道 我连喜欢萧大哥的资格 都没有吧 我根本不配 他把我纳入心法小队 让我有了心价 他斩断我身上的因果 救了我的性命 我谢怜是怕死 但我不接受 忘记萧大哥救我的 一幕幕画面 所以我不想失去记忆 所以我要做龙王姓女 萧若雪提醒道 我重申一遍 做龙王姓女 就意味着 我懂 若雪姐姐 我这条烂命 如果能替萧大哥 抵挡一次致命伤害 我死的时候 一定会笑得很开心 谢怜笑了 泪水浸润两颗可爱的酒窝 这是你的决定 我尊重你 龙族姓女 萧若雪转身 若雪姐姐 反悔了 不 我只是想问一下 你是龙族吗 我是龙王的姐姐 你说呢 那我 算吗 谢怜的声音小而卑微 龙族姓女的名字 也会记载于龙族的历史里 谢谢 萧若雪离开后 谢怜盯着眼前的火堆 脑海里浮现出 萧欣宇的笑容 如果你是心法小队长的萧欣宇 那我就做你的队员 如果你是军灵天下的龙王 那我就做你的龙王姓女 我谢怜 永远都要陪在萧大哥的身边 死也要死在萧大哥的身边 谢怜对于萧欣宇的感情 是一种自认不配去爱的感恩 是一种甘愿献出生命的信仰 她不敢去爱 却敢为妻子 燕 龙之泪 还给你 非 那丫头的选择 是不是因为喜欢我儿子 她 她甚至不敢去喜欢 青龙学院 怀恕之下 谢怜背靠树干 长发飘逸 翘脸柔和 笑容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自然放松 萧大哥 不知道若雪姐姐说的那一天 什么时候会降临 但我每时每刻都做好了准备 现在 我只希望珍惜当下 珍惜我们还能相处的每一寸时光 龙王的成长 必须伴随着失去 只有不断地失去 才能坐上孤独的王位 至于这道题的另一种解法 太阳落山 月光爬上树梢 摘星成 叶家老宅 叶城主 我想见叶雪姐 叶天青嘴里叼着一根烟 相比两年前 沧桑了许多 萧大人 我不希望你和宁儿再见面了 你们御荣师 总会伤害到我的妻女 如果我一定要见呢 第八百章 凤凰神女 是中烟龙王的答案 叶家庭院 月光泼洒 花草摇曳 萧星宇站在一棵梧桐树下 微风吹动她的发际 凉薄的空气里 隐约响起清脆的凤鸣 萧大人 我还是那句话 请回吧 见不到叶雪姐 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 都冻结成兵 怒视萧星宇 她痛恨御荣师 在她的认知里 自己的妻子 被御荣师夺走了性命 所以她担心 自己女儿的性命 也会被御荣师夺走 就在气氛剑拔弩张的时刻 一道虚弱的身影 出现在叶天青的背后 父亲 宁儿 我不是让你在房间里 好好待着休息吗 父亲 给我和萧雪弟 一些独处的时间吧 求您了 看着女儿苍白的脸色 叶天青不得不放下偏执和愤怒 我去寻城 离开叶家祖宅之前 叶天青留下一句话 萧大人 希望你能明白 我的妻子已经死了 我只有两个女儿 我不能接受他们任何一个出示 当叶天青离开 庭院里只剩下萧星宇和叶霜宁 两年未见 两人都有很大的变化 萧雪弟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吗 叶霜宁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看着神情憔悴 长发凌乱的叶霜宁 萧星宇感到一阵心痛夜学姐 我很好 对不起 你干嘛道歉 我知道 是因为我 你才变成这个样子 叶霜宁的脸上浮现一抹红韵 声音细弱 萌萌都跟你说了 萧星宇点头 是 我承认 你失踪这两年 我没睡过一次好觉 我总是做噩梦 我总是梦见浑身是血的你 虽然梦里的画面很模糊 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会半夜哭醒 说着说着 叶霜宁低下头 月光照亮他脸上的两行青泪 这两年 他比谁都迷茫 他不明白 萧星宇失踪后 自己产生的变化 究竟是心理疾病 还是生理疾病 这种让他无法追根溯源的宿命感 一直是他心中的刺 怎么也拔不出来 叶雪姐 实不相瞒 我在海底睡了两年 叶霜宁抬起头 泪痕如丝的脸上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我也梦见过你 真的吗 嗯 我还梦见过另外一个人 谁 萧星宇走上前 靠近叶霜宁 梦里 我见到了丝凤前辈 叶霜宁大脑嗡的一声 差点失去思考能力 丝凤是他的母亲 但不论他如何思念自己的母亲 这些年也从未梦到过丝凤 萧星宇抬起右手 锈管下滑 露出金蓝色的手链 叶霜宁并不知道 这是神龙锁 手链上挂着一枚 晶莹剔透的凤凰羽毛 当月光照耀 羽毛会呈现出燃烧般的血红 这没凤雨 叶霜宁呼吸急促 他感应到了母亲的气息 萧星宇 燃雪凤凰王 对吧 叶霜宁神情激动 对 这是燃雪凤凰王的凤雨 也是凤凰族三神器之一 凤雪凌 等等 你怎么知道 我母亲的本命御寿 这凤雪凌从何而来 萧星宇没有解释 凤雪凌来自何处 因为当他沉入海底的时候 神龙锁上面 就挂着这枚凤凰羽毛 这可以证明 思凤曾经接触过神龙锁 他把凤凰族三神器之一的凤雪凌 挂在神龙锁上 就是等待萧星宇 凤凰神女的最高境界 可以预知未来 当年的思凤 已经预判到了地下城之战 一定会发生 梦里 思凤前辈对我说过 让我把凤雪凌交给你 他还说 你是我的答案 叶霜宁满脸疑惑 我是你的答案 这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啊 萧星宇如实说道 我也听不懂 两人对视许久 萧星宇仰起头 望着一轮幽冷的圆月 叶雪姐 思凤前辈这样说 一定有这样说的道理 我与你之间 一定有特殊的联系 所以 请你不要再颓废下去了 我们一起 重回两年前 并肩战斗的状态 或许当有一天 我能强过女帝大人 你能强过思凤前辈的时候 我们就能知晓一切了 叶霜宁陷入沉默 萧星宇补充道 你每一次噩梦 都能梦到我 关于这其中的原因 你不想寻找一个 真正的答案吗 叶霜宁 萧 这两年 我也经常梦到你 所以我也需要一个答案 关于梦里的叶霜宁 是什么样子 发生了怎样的剧情 萧星宇没有提及 她刻意隐瞒了 萧星宇 我答应你 我会振作起来 叶霜宁 八星考核 我等你 萧星宇把凤血灵 放入叶霜宁的掌心 转身离开 叶霜宁手里的凤天簪 和凤血灵 产生心电感应 同时闪烁红光 如今 这位年轻的凤凰神女手里 只差凤凰族的第三件神器 凤伤钉 但叶霜宁根本不知道 凤伤钉的存在 她扬起惨白的脸蛋 望着夜空 母亲 第三件神器是什么 在什么地方 我该去哪找 我和萧星宇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您既然不回答我 那我只好 自己去寻找答案了 时隔两年 叶霜宁后颈处的凤后神印 再次亮起璀璨的光芒 因为萧星宇的归来 她的眼神不再迷茫 该死的宿命感 又一次推动命运的齿轮 海底沉睡 梦境世界 司凤 萧星宇 请你不论何时 都要无条件相信叶霜宁 因为她是我司凤的女儿 在司凤出现之前 萧星宇可是一直在做噩梦 噩梦里 她被叶霜宁 不知道捅了多少次 司凤前辈 您不会骗我吧 那种被捅的感觉 无比真实 这让萧星宇心有顾虑 她是你唯一的答案 走出叶家祖宅 萧星宇回头看了一眼 庭院里最高的那棵 流淌金色光运的梧桐树 这是司凤亲手栽培的杰作 司凤前辈 我选择相信你 不论何时何地 不论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相信你的女儿 萧星宇为人谨慎 不会轻易把全部的信任 交给另外一个人 这一次 她选择相信直觉 而不是相信所谓的噩梦 和自己的眼睛 直觉告诉她 在最终的战场上 自己的后背 可以托付给叶双宁 第801章 萧星宇和叶双宁 时代的眼泪 龙影视 碧海金服 今夜的月亮格外的圆 柔和的月光透过落地窗 倾洒在温馨的客厅里 我回来了 晚上七点 萧星宇刚从摘星城赶回来 走进别墅一楼的大门 就看到慕容猩猩 正在餐桌旁准备碗筷 脱掉青龙学院的玉兽袍制服 慕容猩猩换上了性色的居家服 白色长发系了一根方巾丝带 斜着搭在一侧的箱间上 另一侧的肩 露出性感的锁骨萧星宇 明显一愣 今天在青龙学院 见到六斤的时候 我还没察觉到 现在六斤换上居家的服饰 和两年前相比 少了一些青色 多了一些气感 慕容猩猩的容貌 还是那么令人惊艳 但气质成熟了不少 尤其是在餐桌前 摆放碗筷的一举一动 这让萧星宇神情恍惚 感觉自己 就像下班归来的丈夫 一进门便能看到 温柔娴熟的妻子 朝着自己微笑 所有的疲劳 都会一扫而光 星宇 你回来了 先换鞋吧 慕容猩猩走过来 自然而然蹲下身 帮萧星宇更换拖鞋 萧星宇用调戏的口吻说道 六斤 这可是妻子 对丈夫做的事情哦 慕容猩猩的手 稍微停顿了一下 脸蛋羞红 这个少女虽然成熟了 变强了 但她还是和两年前一样 纯粹而又羞涩 只因她有着世界上 最干净的灵魂 星宇 若雪姐姐还在厨房里忙 你休息一下 我去厨房吧 慕容猩猩转身 刚准备走向厨房 突然感觉身体变得轻盈 她被萧星宇直接抱了起来 无恩 慕容猩猩发出一声 微弱的阴静 还没反应过来 身体失重 整个人被萧星宇 恐无有力的手臂 推倒在柔软的沙发上 星宇 六斤 我们两年没有接吻了 两人四目相对 灼热的目光 擦出干柴烈火的火花 这种时刻 任何语言都不如行动 更能表达彼此之间的思念 当慕容猩猩 主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萧星宇就像受到训号的野狼 情难自意地扑了上去 肢体触碰 唇齿摩擦 呼吸加剧 耳根羞红 欣星 饭菜好了 就在这时 一身厨娘打扮的萧若雪 拌着一锅刚包好的海鲜汤 从厨房走到客厅 暧昧以你的气氛 在这一刻变得僵硬尴尬 姐 姐姐 我刚才 只是在给六斤表演后空翻 萧星宇从沙发上起来 惊慌失色 因为过度紧张 她甚至连裤子的拉链都拉不上 萧若雪忍俊不惊 眼睛迷成倒悬的月牙 什么样的后空翻 需要脱裤子 堂堂永夜君王大人 曾经面对尼德霍格的时候 都未曾如此惊慌 欣星 是不是小语欺负你了 没 没有 星宇刚才确实表演了后空翻 慕容欣星羞羞涩难当 她连和萧若雪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她的手里 还攥着萧星宇的腰带 接下来 一家三口坐下吃饭 各怀鬼胎 萧星宇 这种被打断施法的感觉 好难受啊 慕容欣星这次也不能全怪星宇 我自己也有些把持不住 萧若雪 照这样发展下去 小语还没和她爹相认 自己反而先当上爹了 饭后 萧星宇帮慕容欣星一起洗碗 姐弟两人重逢 话虽不多 但两人同时养起的唇角 便是姐弟情谊的证明 姐 我跟院长申请了 明天休假一天 你刚回来 就要休假 我要带你去商场 买买买 吃喝玩乐 萧星宇一直惦记着姐姐 在她眼里 姐姐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应该和其他普通女孩一样 都喜欢逛街买衣服 萧若雪揉了揉萧星宇的脑袋 一脸宠溺而又欣慰 你小子长大了 知道疼姐姐了 哼 我一直都知道好吧 萧若雪趁机八卦了一句 对了小语 你和欣星 发展到哪一步了 有没有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 嘿嘿 不是被你打断了吗 还有不到半年 你就毕业了 你和欣星的婚礼 姐 女帝大人说 婚礼她来负责安排 到时候 她要给我和六金 置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萧若雪愣了很久 姐 你在发呆吗 你是不是好奇 女帝大人 为什么如此重视 我和六金的婚礼 别忘了 你弟弟我 可是黄柯院黑职 我的婚礼 是龙国的牌面 萧若雪点头微笑 嗯 是啊 你是龙国的牌面 白天之时 夜兰垫上 上官兰确实许诺了 等毕业继过后 会亲自为萧星宇 和慕容欣欣准备置办婚礼 但她心中的理由 跟萧星宇 黄柯院黑职的身份 没有关系 曾经 我的婚礼并不圆满 也不知道为什么 萧星宇 你的婚礼 我希望是圆满的 甜蜜的 不出任何意外的 所以 我要亲自为你 置办这场婚礼 她不记得 萧星宇是自己的儿子 但刻在骨子里的爱意 还在涓涓流淌 身为母亲 自然要为儿子 置办婚礼 婚礼之上 新郎新娘 需要跪拜双方高堂 慕容欣欣 有她的父亲慕容静 但萧星宇 是一个锅 上官兰已经想好了 就不是锅儿 隔天 清晨的阳光 照亮花草上的露珠 龙影市中心街区 升星考核院 考核院门口 围着乌泱泱的吃瓜群众 天哪 我说这个美女 怎么这么演说 是叶双宁哎 没错 就是她 大家别忘了 两年前 她可是青龙学院的 天才少女 唉 伤众永罢了 是啊是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新时代开启后 叶双宁就跌落神坛了 段位一直停留在六星 而且体弱多病 平时甚至卧床不起 被人群簇拥议论的女子 身姿纤细 浮光圣血 她的双眼游四翼红青泉 翘脸天生自带寒意 给人一种只可远观 不可靠近的冷傲感 一头长发随风摇曳 搭配凤凰族三神器之一的凤天簪 哪怕她 站在原地不动 都是一幅唯美的画报 叶双宁 两年前是众星统约的天才少女 如今 是被人诟病的平庸之辈 这叶双宁时隔两年 突然来参加考核 她要考几星啊 她之前是六星 估计这次来尝试升七星 新时代的考核规则变了 难度飙升 恐怕她考不过 一股微风 吹散人群里的流言蜚语 借过 一道富有雌性的男低音响起 人群纷纷退散 这 这是 萧星宇 她也是来参加考核的 萧星宇和叶双宁 两年前的绝代双交 该死回忆 又开始攻击我的泪线了 当萧星宇和叶双宁站在一起 在世人眼里 这对组合象征着一个辉煌激情的时代 人群泪目 这是时代的眼泪 第802章 八星考核 萧星宇的灵力值 叶学姐 今天的你 容光焕发呀 萧学爹 托你的福 我很久没有这么打扮了 两年前 叶双宁跌落神坛 是因为萧星宇的失踪 两年后 叶双宁重振旗鼓 是因为萧星宇的归来 由此可见 青龙学院的绝代双交 是一个绑定的组合 缺一不可 萧星宇的嘴角 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双手放在脑后 目光锁定考核院的大门 这可是跨街考核 紧张吗 叶双宁清秀绝俗的脸上 展露自信的笑意 哼 没再怕的 两人默契十足 相事无他 萧星宇抬起右拳 叶双宁抬起左拳 一大一小两只拳头 互相碰撞 互相致意 这一刻 画面定格 文风赶来的媒体记者 用高清摄像镜头 捕捉两人碰拳的背影 这张照片 会成为青龙学院 今后每一个暑假的招生海报 五分钟后 升星考核院一楼大厅 有人进 有人出 进的人 或是紧张 或是期待 出的人 或是喜悦 或是落寞 叶学姐 从刚参加完考核出事的 那些前辈的脸色来看 这两年 考核难度确实越来越大了 叶双宁认可点头 嗯 自从开启新时代 全世界的物种疯狂变异进化 很多老一辈的高阶预售师 都跟不上当前的版本了 因为考核越来越难 就比如老一辈八星预售师 让他们现在重新参加一次八星考核 说不定会交出一份不及格的答卷 从而惨遭降星处理两年时间 时代变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年轻一代的翘楚 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 老一辈的英雄 悄无声息走向垂木 工作人员大声吆喝 接下来是八星考核的出事 请各位考生前往二楼考核室 新时代的预售师考核 分为两个环节 出事和中事 我们现在要参加出事 也就是测试灵力和预售等级 以及模拟战斗 萧学弟 你听懂了吗 萧兴宇点了点头 叶双宁解释完 两人正好来到二楼的考核室 一进门 萧兴宇打了一个寒颤 感觉一股良意笼罩全身 只因偌大的房间里空空荡荡 八星出事根本不需要排队 因为考生稀少 评委席上总共三位兼考老师 两个打哈欠 另一个都快困成狗了 坐在中间的主考官 是一个短头发的中年女子 林海玲 萧大人 林海玲目入吃惊 萧兴宇用礼貌的笑容回应 没有多言 以萧兴宇的身份 认识一些大佬并不奇怪 毕竟皇城就那么大 两年前 大部分胜任高位的高阶御寿师 难免经常出入皇城 与萧兴宇打交道 林海玲调整心态 推了推演近况 下面是出事环节 今天上午 只有你们两个考生 你们决定谁先吧 叶双宁站了出来 考官 我先来 叶双宁同学 请你测试灵力值 叶双宁走到灵力测试仪面前 吸了一口气 脸色平静 成熟稳重 他抬起手 掌心摁在测试仪的感应区 大屏幕上 灵力值开始往上跳动 破万 两万 四万 六万 六万灵力值 是七星考核的标准线 叶双宁这两年看似荒废训练 实则他体质特殊 哪怕不训练 也会不断变强 后颈处的凤后神印 每时每刻都在辅佐他增长灵力 八万 九万 十万 三十秒后 大屏幕上的数字停止跳动 叶双宁的灵力值 定格在十万零五千七百八十点 灵力值破十万 意味着达到八星考核的标准线 三位监考老师面面相去 热议不断 其中 林海玲露出欣赏的眼色 心中暗道 不愧是私奉的女儿 即便颓废了两年 一旦归来 照样可以一鸣惊人 一个地中海发型的监考老师宣布道 叶双宁同学 你的灵力值达标了 接下来 召唤你的玉兽 八星考核对于玉兽等级的要求 是最少培养出两只兽黄体 一阶 的玉兽 叶双宁催动灵力 开启玉兽文章 空荡的考核室里 掀起冰火两重天的气息 尖锐的凤鸣 镇碎墙壁和窗户监考老师 纷纷抬头 叹为观止 考核室的上方 浮现两只美丽巨大的凤凰神兽 一只浑身燃烧紫色的火焰 唯一好似流淌的地心岩浆 另一只煽动羽翼 释放恐怖的寒气 冻结地板和穹顶 大屏幕上打出基础数据面板 玉兽名称 地炎紫金凤 等级 兽黄体 一阶 血脉 纯种凤凰 幻神血脉 属性 火系 风系 岩系 玉兽名称 双叶寂灭黄 等级 兽黄体 一阶 血脉 纯种凤凰 幻神血脉 属性 兵系 黑暗系 这两只凤凰 就是当初叶双宁参加试院赛 派出的两只玉兽 两年过去了 即使叶双宁在修炼上懈怠了许多 但两只玉兽依旧保持高速成长 蜕变成兽黄体级别的凤凰 其中的原因 便与私凤栽培的金鸾梧桐有关 凤凰玉兽的成长 与梧桐树息息相关 品质越高的梧桐 滋养出来的凤凰就会越强 林海玲欣慰一笑 叶双宁同学 你召唤的两只玉兽等级全部达标 另外两个兼考老师 窃窃私语 这孩子真不错 两年百烂 归来仍是超级天才 是啊 事实证明 在很多时候 天赋远大于努力啊 在这个全球变异进化的新时代 叶双宁的天赋 依旧站在龙国年轻一代的第一梯队 因为 她是私奉的女儿 每一任凤凰神女 都会在龙王身边 兑现自己的天赋 肖大 考官 我叫萧欣宇 林海玲微微一正 笑道 萧欣宇同学 请你测试灵力值 叶双宁看了萧欣宇一眼 用眼神给萧欣宇加油助威 两年了 我回来了 萧欣宇心中默念 她很久没有测试灵力值了 当她走到侧灵仪的面前 林海玲不由自主握住拳头 替这位黄科院的黑植捏了一把汗 她失踪了两年 她还是两年前的肖大人吗 她的天赋 是否还能适应这个新时代 没有人知道 萧欣宇这两年经历了什么 所以才会心中质疑 工作人员温馨提醒 请考生把手掌奔在感应区上 萧欣宇微微一笑 手掌下落 大屏幕上 数字跳动 这种激情澎湃的感觉 也是龙王的心跳 第803章神龙所 萧欣宇的三座灵力池 大屏幕数字跃动 考核式鸦雀无声 林海玲双手揉搓在一起 她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 身为八星考核的主考官 她比考生萧欣宇还要紧张 她心里相信这个男人 因为这个男人 在两年前不知道创造了多少奇迹 但她又感到慌乱心计 她担心两年后的萧欣宇 被新时代的版本所抛弃 如果直白一点讲 她此刻是害怕的 她怕曾经崇拜的萧大人 就此跌落神坛 林海玲双手摸到萧大人 让我看看你 真正的实力吧 不要让我失望啊 考核式空气凝固 所有人摒弃凝神 死死盯着大屏幕上 不断攀升的数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数字攀升的速度慢了下来 此时 萧欣宇的林立值 正式突破六万 这意味着 达标了七星考核的标准线 林海玲先是松了口气 继续盯着大屏幕 还差四万 有机会 然而突破六万后 林立值的增幅越来越小 最后停止定格 六万五千点 大屏幕上的数字 冰冷而又刺眼 叶双宁微微醋眉 她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这不是萧欣宇的极限 评委席 三位监考老师沉默不语 静静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大屏幕上的数字 迟迟没有恢复跳动 工作人员提醒道 主考官 可以宣布结果了 林海玲抿着嘴唇 眉头紧锁 她先是看了一眼萧欣宇 此时萧欣宇的右手手掌 还摁在侧灵仪的感应区上 没有收回 但从萧欣宇毫无波澜的 面部表情上看 根本无法阅读她此刻的情绪 随后 林海玲看向工作人员 提出质疑 会不会是侧灵仪坏掉了 如果是机器故障 工作人员 主考官 这是玄机科技最新出品的侧灵仪 故障率为0% 玄机出品 必属精品 林海玲哑口无言 她默默望着萧欣宇的背影 萧大人 真的被新时代抛弃了吗 她迟迟没有收手 是不甘心 还是对自己太过失望 果然 任何人都无法抵抗时代的洪流 林海玲深吸一口气 调整心态 准备宣布结果 这时 萧欣宇的嘴角勾起潇洒邪魅的弧度 睡了两年 没有实战积累 灵力值全靠自然增长 能破六万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即使没有达标八星考核的标准线 萧欣宇对于自己的灵力值依旧很满意 林海玲刚准备开口 突然把话咽了回去 她瞪大眼睛 看到了萧欣宇上扬的唇角 她在笑 她很满意自己的成绩吗 萧大人 两年后的你 为什么对自己的要求变低了 等等 不对 嗡嗡嗡 侧灵仪突然开始剧烈震动 大屏幕上 停止的数字恢复跳动 七万 八万 九万 萧欣宇的灵力值不断攀升 就像没开二度一样 精彩分成 她右手手腕上的金蓝色手链 散发出常人肉眼 无法识别的光芒 萧欣宇因为沉睡两年 没有积累实战经验 导致她的灵力值 确实只有六万五千点 但谁说她体内 只有一座灵力池 神龙所的力量之一 就是赋予萧欣宇强大的三魂七魄 每一魂代表一座灵力池 当她从海底苏醒的那一刻起 她的体内总共出现了三座灵力池 林海玲惊呼 突破十万大关了 此时此刻 大屏幕上 萧欣宇的灵力值已经超过十万 同时超越八星考核的标准线 但灵力值的增幅尚未停止 天哪 十一万了 难以置信 还在增长 十二万 这已经破纪录了 新时代开启以来 两年内涌现许多超级天才 龙国境内参加八星考核的考生中 灵力值的最高记录是十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五点 萧欣宇的灵力值已经突破十二万 破了历史记录的同时 还在持续拔高这项新记录的高度 在三位监考老师目瞪口袋的注视下 大屏幕上的数字渐渐平复下来 彻底定格 灵力值 十三万点 这是萧欣宇交出的答卷 十三万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她还是两年前的那个黄科院黑植 时代变了 版本弃子 新时代的浪潮 不论多么汹涌 依旧遮不住这个少年身上闪烁的心灰 萧欣宇微微歪头 露出何须的笑容 主考官 我测试完毕 萧欣宇收回手掌 点到为止 林海玲震惊不已 心潮澎湃 迟迟说不出一句话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十三万点灵力值并不是萧欣宇的极限 因为萧欣宇体内 还有一座灵力池没有启用 震惊过后 林海玲抖掉一身鸡皮疙瘩 用颤抖亢奋的声音宣布 林立测试 萧欣宇同学 达标 萧欣宇回眸 与叶双宁对视 两人同时微笑 这是独属于龙王和凤后的心照不宣 她知道她可以做的 她绝不会让她失望 呼 林海玲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心跳放缓后 开口道 萧欣宇同学 请召唤你的御兽 萧欣宇低头看着右手手背 御兽文章闪闪发光 眼底闪过回忆之色 司奉前辈 希望我这个御龙师培养出的凤凰 不会让你失望 萧欣宇灵力涌动 御兽文章开启 一声恐怖的凤鸣 响彻空荡的考核室 使得三味兼考老师头皮发麻 黑色的凤凰御兽 很罕见啊 这股力量 空间系的兽能 这会把我们考核院的大楼弄垮吧 萧欣宇的头顶上方 盘旋着一只霸气威武的凤凰 通常来说 凤凰系御兽 以美著称 唯独萧欣宇召唤的这只凤凰 简直帅出天际 漆黑的羽毛 纯粹而又细腻 周身散发出不掺杂一丝杂志的黑暗涟漪 头顶之上 七彩凤冠异翼生辉 萧长灵动的尾翼 微微抖动 所过之处 空间碎裂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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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式的穹顶 墙体 地板 以及评委系的桌椅板凳 包括林海玲的眼镜 全部滋生密密麻麻麻的裂纹 支离破碎 这是空间系兽能的呈现 忽明忽暗的大屏幕上 打出预售数据面板 预售名称 是空玄黄凤 等级 兽黄体 一阶 血脉 纯种凤凰血脉 幻神品质 属性 飞行系 空间系 大数据检测的信息 只是基础信息 关于是空玄黄凤的隐藏信息 只有萧欣宇自己知道 海底沉睡 梦境世界 上一任凤凰神女 司凤 可是传授了萧欣宇很多东西 龙王玉凤 开创仙河 第804章 天魂黄灵草 远古植物系之神 主考官 我可以召唤第二只御兽了吗 林海玲一脸卑微 小心翼翼哀求 萧欣宇同学 如果方便的话 能不能召唤体积小一点的 一只是空玄黄凤 几乎快要称爆考核式的天花板 要知道 考核式的房间 特意为了满足一些巨型御兽而设计 即便如此 也容不下萧欣宇召唤第二只御兽了 可以 萧欣宇不想破坏考核院的大楼 不然还得赔钱 小音 出来吧 萧欣宇再次开启御兽文章 浑身绽放银色星光 伴随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 一条银色的藤蔓 攀附萧欣宇的右臂 它就像一条小蛇 看起来温顺可爱 似乎没有任何攻击性 然而当萧欣宇 微微催动灵力的刹那 一切都变了 银色藤蔓瞬间变成赤红色 就像一条燃烧火焰的身边 三位监考老师大汗淋漓 只因满屋子都是扭曲的灵魂体魔兽 他们张牙舞爪 肆意飘荡 时而做出丑陋的鬼脸 节节的笑声 刺激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脏 原本明亮通透的考核式 仿佛变成了一场魔兽亡魂的葬礼 大屏幕上打出数据面板 玉兽名称 天魂黄灵草 等级 兽黄体 一阶 血脉 远古植物血脉 幻神品质 属性 植物系 精神系 辅助系 战斗系 曾经那条胆小怯懦的天魂藤 如今已经成长为兽黄体级别的天魂黄灵草 大屏幕上打出的基础数据 根本无法展示它的恐怖之处 这只远古植物系玉兽 对于灵魂的操控能力 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底部 它的常规形态 就是一条银色藤蔓 萧星宇稍微催动灵力 它也是 只是变成燃烧火焰般的赤红 如果进入战斗模式 配合SSS疾瘦能 万魂葬礼 它就是世界上最残暴的植物系玉兽 以辅助系的身份 打出极致的输出伤害 林海玲深深吸气 摘下镜片已经碎掉的眼镜框 萧星宇同学 你召唤的两只玉兽 等级全部达标 至此 萧星宇和叶双宁 都通过了出事的第一轮出事 还有一轮考核 就是模拟训练 这需要考生和监考老师 一起一步到顶楼天台的 战斗模拟擂台 考核院顶楼 是一片巨大的圆形擂台 工作人员正在调试 一台体态如山的机械系玉兽 林海玲停下脚步 耐心解释 萧星宇同学 叶双宁同学 接下来就是战斗模拟考核了 考核分为两项 第一项 战机释放速度考核 需要你们驾驭自己的 任何一只达标玉兽 对夸腹进行战机攻击 释放战机的延迟 必须控制在零 五秒以内 才算达标 第二项 攻击值考核 驾驭预兽 对开启防御模式的 夸腹进行攻击 对护盾造成五条裂缝以上的伤害 视为达标 林海玲口中的夸腹 就是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的 机械系预兽 出自玄机科技集团 这是一只兽黄体 三阶级别的机械系预兽 属于高端防御型机甲 而且巨大的金属脑袋 内置驾驶舱 可以由人类进行精准操控 工作人员 主考官 夸腹调试完毕 可以开始考核了 林海玲笑道 这一次 你们谁线 叶双宁往前一步 还是我先来吧 准备工作完成 擂台中央 夸腹由外观 看起来就像一只岩石巨人 因为四肢粗壮 脑袋硕大 再加上大腹翩翩的躯干 所以给人一种 臃肿笨拙的感觉 但他的设计理念 就是凭借恐怖的蹲位和体积 在战场的最前线 撑起强硬的防守 抵挡魔兽大军的先锋部队 第一项战绩释放速度考核 叶双宁选择 地眼紫金凤出战 他调整呼吸 运转灵力 甚至暗中加持了凤神术的力量 后颈处的凤后 神印开始发烫 凤凰吐息 灵力释放 袖发飞扬 地眼紫金凤扬起高贵的头颅 喷吐暗紫色的涅槃之火 击中花腹的胸口 林海玲手里 拿着一台全息投影的掌上电脑 叶双宁的表现 以数据的形式传送到屏幕上 林海玲露出满意的表情 笑着宣布 叶双宁同学 你的战绩延迟为零 38秒 达标 战绩延迟 通俗来讲 就是评判释放战绩速度的指标 预售师想要让自己的预售释放战绩 需要三个步骤 第一 催动灵力 第二 灵力传导至预售体内 第三 预售接受预售师的抑制指令 这三个步骤 对于高阶预售师来说 就发生在一个瞬间里 但如果通过大数据 进行细致的分析 就会发现 这个过程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延迟 这个延迟 在战场上是致命的 这个延迟 是强者与亡者的分水岭 战绩延迟越低 预售师的骑手机越快 就能在战斗中获得先机 这就跟打游戏一样 同段位的玩家 网速越快 操作上线越高 叶双宁的战绩延迟是0 38秒 林海灵越人无数 他心里清楚 这个数据已经很耀眼了 对于大部分参加八星考核的考生来说 战绩延迟普遍在0 45秒左右 看似只是0 07秒的差距 但如果放在生死一搏的战场上 就会呈现这的差距 叶学姐 很厉害啊 萧学弟 我偷偷用了凤神术 看出来了 凤神术又不是什么违规外挂 这是叶双宁继承司凤的力量 可以随便使用 萧星宇无需开启魔神之眼 只需要凭直觉就能猜到 0 38秒 应该不是叶双宁的极限 以他对叶双宁的了解 如果真的遭遇生死战 他的战绩延迟应该可以控制在0 25秒左右 萧大 嗨嗨 萧星宇同学 接下来到你了 萧星宇走到擂台中央 选择是空悬黄凤出战 开始测试之前 林海灵好奇问道 萧星宇同学 你对自己的预期是多少秒 在我这里 不存在什么战绩延迟 萧星宇回答完毕的一瞬间 催动凌力